大家好我是小屁台服天堂案3月23号的更新消息终于出来啦 影片开始之前请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首先呢就是常驻写盟移民 这一次的写盟移民是礼拜三的晚上6点到礼拜五的晚上5点59分 那一样是每一次移民1200蓝赚可以移两次 接下来个人移民的部分 时间则是在礼拜五的晚上6点到礼拜六的晚上10点59分 那一样是可以移两次每一次1200蓝赚 游戏设定调整系统魔法娃娃新增 首先呢加7加8的祝福光之手环 现在是可以存仓的哦 OK 然后原本你在打这个傲似的黑豹 有机会掉落爆人变成你波赛顿才会掉 也就是说是亚特兰提斯的boss这样子 然后黑暗妖精的这个暗影冲击 他新增了负面状态持续时间增加 然后经济的部分则是负面状态命中增加 然后CD减少不是抗云这样子 然后龙斗士的经济也是负面状态命中几率增加跟CD减少 所以说黑妖跟龙斗士顶尖的玩家这一波又有成长了 接下来就是道具优化的部分 这个我们之前韩版有做过整理 那我就直接上我做整理的图片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按暂停看一下 接下来则是新增魔法娃娃卡 现在有新增的杰力士女王 僵尸王黑豹跟乌格努斯 四只红蛙 然后以及一只纸蛙 镰刀死神 那这些都是可以透过抽卡或者是合成获得了 那新的四个红蛙 则是你打奥塔对应的boss也会有机会获得 那属性的部分我就不念过去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官网进行观看 接下来就是签到更新的部分 今天是红变红蛙签到的最后一天 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签完的话 这样子就是红蛙没办法拿到了 OK 那新的签到部分基本上大多都是叶子 第七天开始的话则是有四瓶选择箱 一般伺服器就是手环印章耳环跟戒指 重生伺服器就是戒指跟耳环 然后第二周的话则是11抽的高级变身或娃娃 21天的话则是那个守护石 重生伺服器则是6抽神秘小抽 第28天就是神秘西欧卡选择箱 这神秘西欧卡选择箱应该就是保底兰基率红的那个 35天就是浮石 那连续签到的部分连续5天就是视频选择箱 连续10天就是守护石箱 那重生伺服器就是神秘的抽卡小报 连续20天是神秘西欧卡选择箱 连续30天就是浮石选择箱 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签到会给你两颗浮石 然后两张蓝卡视频选择箱那些还有守护石 接下来是部分特殊副本时间延长持续到4月6号 欧抛变成每天3个小时 梦导变成每天2个小时 积木变成每天2个小时 新的特殊副本改版以来 这个增加这个时间真的是对小玩家非常的爽 非常的补 接下来是怪物图鉴第5波 持续到4月27号 那这一次的奖励就没有前几次那么好了 所以大家要做好选择 那奥1的部分第一阶段是名誉币 奥2是娃娃币 奥3是变身币 奥4的话是纯摆一贯而已 奥5则是修炼之书 奥6名誉币 奥7娃娃币 奥8的话是变身币 奥9是祝福负义卷轴 奥10也是祝福负义卷轴 然后信念1楼则是蓝变或狼蛙 列1的部分就是一贯纯摆 列2也是一贯纯摆 象牙塔78楼则是耳环或戒指交换证书 然后暗影神殿就是5抽技能卡 异界裂缝则是一张祝福负义卷轴 那第二阶段一样就是现实的卡池这样子 好那以我来讲的话 我奥1奥2奥3奥4奥6跟奥7 我应该会想办法去解 接下来就是列印地坚12楼 暗影神殿 异界裂缝 象牙塔的话看时间这样子 这是以上就是我的选择 接下来是金灵的灿烂补给箱 这个礼拜的台币组合包是 Snape交换戒指振书4个 万能补充宝石2颗跟龙之钻石60颗 CP值蛮低的 所以大家就斟酌购买 第二个商城礼包 赖昂的箱子组合包 持续到4月6号 一般跟经典伺服器才能够购买 总共有两包 两千蓝赚 每个账号都可以购买4次 第一包的部分是五箱名誉金币箱 50罐纯白跟一个赖昂的凭证 赖昂的凭证两个可以做三罐 瑞克尼的神秘成长药水 这个吃下去就直接有3亿多的经验值 四个凭证则是可以做两罐祝福圣水大 然后第二包的部分则是最高级 龙之钻石箱跟赖昂系列箱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箱子内容物是什么 首先呢 最高级龙之钻石箱打开 就是100颗龙之钻石 然后有机会可以获得30张祝顺 或者5万天币 或者龙珠两颗三颗 蓝宝石15颗 红宝石30颗 装备道具白装到传说装备 然后赖昂的补充宝石选择箱 则是可以选择奥塔暗神殿 拉东一望之岛 艾斯卡洛斯补充宝石其中一颗 然后赖昂的卷轴箱 则是可以获得 祝福福利卷轴跟祝五祝房 赖昂的货币箱则是 变身币娃娃币各1万 迷运币2万跟金币300万 然后抽卡包的部分 则是可以获得22抽变身 高级变身 22抽高级娃娃 跟22技能抽卡包 所以以CP值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爆达箱组合包 还不错 因为他给的东西数量都还蛮够的 虽然说他是蛮善的啦 最后就是这个国王狩猎地快闪投票 这个也就是在预告说 接下来会出国王狩猎地 然后这次的国王狩猎地掉落 竟然是玩家自己投票来做选择 那认真讲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是技能卡 祝福圣水 高级珠粉末 跟神秘变身 魔法娃娃卡 这个 我这四个我是比较想要的 祝福福圣卷轴是因为他后面 括号有活动 所以现实的也不能有守护史 武器修院之书就算了吧 大家记得要来投票 一个玩家只能投一个票 那他投票的日期到3月24号的礼拜 是晚上11点59分 也就是说就只有 就只有一天的时间 OK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台服天堂案3月23号的更新介绍啦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题情报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我是小屁 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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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